Razia 果然积蓄了许多浊气 怪我之前没有察觉 此处风轻气爽 正宜和休 三九 闭上眼睛 随我一同吐息 原来何修便是如此 阿兄做什么指质无误的 我还当是多么难以齐齿的事情 三九 靠近一些 三九 三九 三十一望 三九 三十一望 三九 三十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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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疗愈渐渐 都是耗费了许多天才地方 天欢圣女 太好了 我去告诉神君 不必了 我亲自去告诉她 谢她为我设阵疗伤 生女 怎么了 生女这时候去恐怕是不妥 神君正与 生与夫人一同修行 夫人 明爷尚未婚配 哪儿来的夫人 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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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天啊 我感觉好多了 这个送给你 多谢你今日帮忙 那我先去睡了 桑九 以后若再有浊气急俊 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晚安 所以那傍京已是这玉清宫的神君夫人了什么 我与桑九成亲已是三个月前的事情 那时 你还没有醒过来 看来我昏迷的真是时候 三个月前 是我随你挣扎四方 是我陪着你在这玉清宫中散步 是我为了你挖出了那颗上古冰晶 震水石上的冰晶 是你挖下来的 是我又怎样 那时你要死了 我得救你的命 早知如此 我便不去拼了命地救你 也不会到如今一无所有 寄神离夏 你从小便在这玉清宫中长大 没有什么寄人离夏 那明月你告诉我 你与他傍京每日在这里恩恩爱爱 如胶死期我算什么 伺候心夫人的奴婢吗 天欢 没有人把你当成仆婢 你若心中实在过不去 我可以带着桑九离开 另寻住处 明月 你是战神 这玉清宫是你战神府邸 你问了他 连这玉清宫也不住了 何不干脆连这战神也已兵不当了 好了 我知道你今日情绪激动 待你明日平和一些 我们再聊 好 好